经过层层筛选和严酷的淘汰 最终挑选出六位商业新秀参与最终的竞争 获胜者将被选中成为女世界的明日之星 在过去的五个小时里 我们将六位选手分成了虎妈队和美少女队 短时间的磨合和超强的工作压力 让两队都感到非常痛苦 现场也是争吵不断 他们能否在短时间内拿出让人满意的作品 又能否在最后关桃摒弃几届共渡难关 虎妈队最先到达指定场地 他们能否利用率先展示的优势一举夺魁呢 虎妈队我们快走马上到了 你们是第一个到的 恭喜你们 虎妈已经在等你们了 好了好了 来开始吧 我们这一次为新趣事地产打造的一个企业的核心理念呢 叫做以爱之名以人为本 基本上地产这个行业呢 一直以来主打的都是销售 这个销售呢 是一个完全冷冰冰没有温度的一个词 所有的地产公司都在比销售 于是呢 我们希望它能够突出重围 这一次呢 我们围绕着人情和人心来做了这一系列的设计 我们的主题主要是以人为本 我们的主题主要是以人为本 有爱才有家 然后让这种精神呢 代代相传 甚深不息 我们的slogan呢 在海报上其实已经写出来了 叫做 There is nothing like winning at home 然后第二个系列呢 是We play at home 第三个系列叫做 We have home advantage 然后具体的设计理念呢 我们会让Michelle来解释一下 那刚刚就后已经提到了这三个海报 那我要提一下我们组合的品质 叫做虎妈传奇 原因是因为我们三个都有小孩 所以我们会呢 经常带着我们的孩子到户外去玩 这就是为什么会选这样的一个背景 所以我们选择了一个 就是playground这样的一个场地 以中间的这个为分割线 其实它这个整个下来呢 是人生不同的阶段 它对房子的一个不同的需求 比如说在单身的时候 需要一试一听 可能到后来会有结婚 会有小孩 两个小孩 可能还会有更大的一个家庭 在这个海报的同时呢 我们还去做了一些周边的一些设计 比如说 每个老师的手里面呢 会有一个小的卡片 这个卡片的正面 是人们生活的一些基本的常态 以插画的形式表现出来 我们刚刚说的 我们想要传递的是 家庭和关爱两个中心的核心词 所以呢 这里面有大家一起吃饭 有一起拆礼物 坐在沙发上开电视 等等生活的一个状态 这个可以体现出 新趋势地产非常的注重 人们对于家庭的一个质量 和人们在家庭当中的一些 activity的一些活动 它的背面呢 我们也经过了一些设计 由于之前 我们发现新趋势地产 通常是用黑白的二维码 这个东西呢 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多的创意性 所以我们把直接把二维码 也去做了一个这样的小创意 那大家手里呢 还有一个就是缩小版的 我们的海报 这个海报呢 和这个卡片 它其实是有关联性的 当你把卡片上的这些小人 全部剪下来的时候 其实是可以刚刚好好 放进这里面的每一个空间里面 让客户自己产生 对这个家庭未来的一种憧憬 和对他的一种想象 那这个呢 同时也会带来三点好处 第一点好处呢 是它可以增加客户与新趋势地产之间的好感度 第二点呢 通过这样的一个小游戏 其实可以填补 当经纪或者是工作人员在忙的时候 来填补客户等待的空白期 让他们有更好的客户体验感 第三点呢 是这样的一个小卡片 以及像这样的一个poster 他们其实可以传播给更多的人 因为他们会把这一个带回家 分享给他们的朋友和家人 这是我们做的设计一个整体的概念 而且这个整套的东西还有一定的延展性 它可以去做出很多的周边 比如说这个海报可以单独地去使用 比如说这个卡片 也可以单独地当作一个小礼物去赠送 让这样的一个比较可爱的 一个比较实际的东西 传播到各个的家庭里面 让大家对新趋势产生一个更高的一个认同度和好感度 各位导师下面由我来说一下这个品牌渠道 大家都知道在北美家庭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甚至是至上的一个理念 所以我们做的所有的事情都实际上回到了 家庭概念的这一个核心 然后我们给他们的这个品牌策划呢 就是说要在这个media上面做出突破 我们推荐的渠道有这个Instagram 有这个Facebook 然后它具体的经济可以走LinkedIn 然后这三种渠道呢 基本上是可以开启到剩下90%所有的观众群体 然后每一种渠道都有它自己的观众 然后如果是针对华人的呢 我们推荐这个小红书 还有推荐这个抖音等 美少女队因为给导师准备咖啡而姗姗来迟 他们手上的咖啡能否得到导师的另眼相待 这究竟是至胜法宝还是会功亏一篑 对不起你们来晚了 所以你们会第二个做presentation 第一组已经在里面开始了 坐在旁边等候吧 好吧 当美少女队得知自己并没有拿到首发优势后 心情沮丧 在这紧要关头互相埋怨 会对他们后面的表现产生负面影响吗 首先第一印象就是说这个设计 跟很多房地产公司非常的不一样 一下子就比较吸引我的视线 让我去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语言 有这样的那个communication message 然后颜色也让我在想 为什么会三种不同的颜色 你们觉得呢 我认为你认为这个设计 我认为这个设计 会影响到客户的心情 我的关系是 它不太明显 它是什么 但是我说 你会有两个人 有人在看家 会带他们进入 and someone that's actively looking at home will see this is the layout of an apartment. Frank,你是代表兴趣室的,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产品在客户体验上, 我相信在我们的Open House里面会一定会是一个非常新颖,独特的一笔。 我的问题或者说我的一个concern是 你们如何能够非常seamlessly,无缝隙地把你们的这三个理念植入到不同的平台当中, 因为每个平台它消费者的使用特性是不一样的, 使用习惯也是不一样的。 杜克老师,你在社交媒体上很有经验,你觉得怎么样?他们的营销计划? 我觉得非常好,而且就是说 The end of the day,不管我们现在大家都说的B2B,B2C这种理念, 但是The end of the day is human to human. 我觉得这个把以人为本的去卖这个House这个理念, 我觉得植入的非常非常好, 而且我上课也一直要强调,就是说要用就抓最有流量的一些平台。 我觉得他们的选择平台上面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现在大流量还是在这些平台上, 而且是抓年轻人的话,抖音小龙书是绝对的新流量, 所以我觉得他们在抓去流量方面的话是有自己想法的。 这波流量在本地来说的话还是比较新, 但是越新,最新的才是最有机会。 别人没做的,我们就去做。 所以我觉得这方面非常非常有想法。 这个广告如果是放在星岛日报上的话, 和放在抖音平台上,是不是应该有不同的呈现? 对。 刚才如果Amber跟那个Michelle的这个presentation的程序换一下, 可能会更清晰一点, 因为Amber你其实是在讲这个品牌的核心, 然后如果我们对核心比较清楚的话, Michelle再去讲她用那个communication的方式怎么体现出来, 可能对我们judge来说,对我们老师来讲可能更清楚一点了。 不过总体非常好,恭喜你们,谢谢谢谢。 我们几位老师会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所以请你们先出去一下,好吗? 谢谢。 谢谢老师。 虎妈队的海报非常前卫, 这样的设计能否征服评委和客户取得最终的胜利? 他们又能否抓住这最后的机会同心协力, 在作品展示环节默契配合。 各位导师不好意思,我们三个稍微来迟了一点, 为了表达我们的歉意,我们给您买个咖啡。 美少女队准备的咖啡真的会打动导师吗? 为了咖啡而迟到,是否值得? 他们最后的海报到底能否得到认可呢? 谢谢你们的咖啡,大家晚上好。 首先你们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好的,各位导师大家晚上好。 很感谢大家今天能抽在百忙之中, 抽出时间来听我们的演讲。 今天我们的演讲会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会由珠珠介绍我们整个海报的设计, 以及这个slogan的理念。 第二个部分是由朱迪来介绍我们线下的市场宣传。 还有最后一个部分就是由我来介绍线上的市场宣传。 各位导师大家好,我叫珠珠。 然后我主要负责我们的海报的slogan和海报设计这一块。 然后我们的理念呢,其实很简单。 因为契合我们的主题,我们组是美少女队, 所以我们想把它做的梦幻一点。 然后跟新区设计厂呢有一个结合。 他们之前的slogan是没有卖不出去的房子。 然后这个对我们来说稍微商业欺欺重了一点。 所以我们是想把一个梦的感觉展现给消费者。 首先是有他们的logo。 然后这里是我们的slogan, 新区是点亮新生活。 然后我在海报上面呢, 我们有放两盏孔明灯, 就是寓意是make a wish, 就是希望你的愿望可以成真。 然后呢,这个是一个多伦多, 就是多伦多城市市中心的一个夜景。 然后我们是用这个海报呢, 凸显出大城市, 就是一家四口。 正好想念到国内生二胎嘛, 所以我说一家四口。 然后一家四口呢, 他们看到展望这个城市的时候会有种憧憬。 然后这个slogan呢, 也由此而来是对应的。 为什么呢? 就是有一句话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 叫万家灯火。 总有一盏属于我。 所以我们是想把这种做梦的感觉, 放在我们的海报里面。 新区是可以帮我们完成这个梦想。 但是因为我们的tug market 可能以华人居多, 所以我们会放上一个二维码, 方便他们去扫码。 包括我们海报上也体现了他们的12项免费分子服务, 和18项免费推广渠道。 这就是我们海报这一块的设计理念。 谢谢。 我们呢, 就是做过一个市场的research。 新趋势主要, 现在的客户就是新移民。 然后我们的营销方案有四种。 第一种就是说, 我们要跟国内的一些移民公司来合作。 因为这个移民公司它是新移民, 然后的话它要走出国门的第一步。 然后的话我们是想从它一开始就要给它灌输我们这个品牌的概念。 我们会把我们的这个海报做成一个小的一个宣传册, 放到他们的这个package里面去。 然后第二个呢, 我们是要跟一些旅游的一些中介来合作。 因为大家也知道很多人来这边旅游其实是要看房子的。 比如说它可以帮助我们开展一些就是, 比如说如何在加拿大买房的这样一些讲座。 我们也可以帮他们组织一些open house的一个tour, 来参观一些open house。 然后第三个就是说我们想跟学校来合作。 因为你知道买房的一大部分人有的是学生的家长。 我们会跟一些比如说考亚斯的机构, 政府的second career的这个一个扶持的项目会跟他们合作。 然后第四个是比较常见的就是要在地铁啊公交啊这方面来投放。 你也知道新移民刚出行的话, 他们可能要依赖这些交通的工具。 我们想通过这四种渠道让大家新移民来到加拿大以后, 第一个想到就是买房子的话, 第一个的概念就是我买房子我要去找兴趣事。 谢谢朱莉。 接下来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下线上的这一部分, 我们是打算怎么样去投放的。 第一个我们选择的渠道呢是通过这个微博。 因为我们认为这个新移民来到加拿大, 很大一部分可能是在20到45岁这个区间。 我们认为呢他们很多是这个微博的忠实用户。 所以我们希望和微博上的一些大V, 或者说有粉丝超过10万以上的这些KOI进行一个合作。 可能是去参加一些我们新居室的这个open house, 展示一些新居室做的很好的staging, 或者是打扫很干净的房子。 然后在最后填上我们的这个海报。 第二个渠道呢可以是通过这个微信。 我们就在上面发一些软文。 比如说我们可以说一些很搞笑的说, 在北京买厕所的钱, 在多伦多买豪宅, 这样子的标题, 请大家来点进去。 甚至可以再放一些我们金牌经济的一些联系方式。 第三个方式呢就是一些, 现在国内很火的一些视频网站的, 比如说爱奇艺或者这边比较火的视频网站, 比如说像是多脑这样的平台。 最后一个趋势呢就是现在很火的这个抖音, 或者是一些什么快手啊等等的这些vlog的平台, 短视频平台。 可以是我们的一些金牌地产, 给大家在我们的新居室一些比较做的很好的一些幌子里面, 一个很快的五秒十秒的一个open tour, 非常非常快的这样的一个tour。 这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演讲内容。 我觉得说实话这个海报, 包括他们的创意, 他们试图想把太多的元素放在一张海报上。 所以导致这个海报, 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多的突出的顶。 我们的客户其实不仅仅有新移民, 我们的客户其实还有一些已经来这里, 已经有待了有十几年二十几年的人。 其实我们这里也有一些个本地的客户。 我们不仅仅是买房的这个经纪, 还有很多是卖房的经纪。 生意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的生意线是有很多的, 但这个广告给我看出来, 它只是想试图去针对新移民想买房。 我必须说,其实, 我们的新移民的新移民, 新移民的新移民, 新移民的新移民, 但你也有三个人的专业。 所以我们也有点不幸运的, 所以我们也有点点不客气, 没有认为更多的设计, 因为我们的公司可能想要去一个多个人, 而我们可能会有多多的荣业。 我认为你三个人其实有机会 这种方法。 但是,你也有点点有关系, 在这个情况下, 所以这可能会有更加达到一个更多的理解。 Overall,我认为你也有所在一起, as a team, and you did a good job presenting as a team today. Thank you. 在这张海报以后 你是不是会去新居室 找他们经纪去买房子 因为对于我来说的话 一个young family的话 我看到downtown的房子 对我来说是没有吸引力的 因为我是一个从downtown 目不到北边的一个family 很典型 因为大部分的family 有了孩子之后 一定是去myhouse的 downtown的房子对我们来说太挤了 所以的话这张图片 呈现一个downtown的画面 对我来说的话 就没有那么大的联想感 因为是在我读书的时候 我才会考虑在downtown买房 I would disagree I think there's a lot of canadian that would find this appealing but again this is very chinese market segment focus and there's not a lot of space for diversity you know in this particular treatment so I would say if you use something that is more downtown focus you might want to think about something that appeals to a broader range of people 我们几位导师会商量一下 所以请你们先出去一下 好吗 现在导师与客户代表 开始封闭讨论 到底胜利的天平 会到向哪一边 创业工厂马上回来 刚才两组的展示都已经结束了 那我们现在大家来讨论一下好不好 首先是第一组 杜克老师你是第一组的coach是吧 你觉得怎么样啊 我觉得他们非常creativity 非常的有创意 而且有大局观 我觉得比第二组来说的话 他那个也考虑到主流市场 这个是比较好 但是就是说 他们的海报可能太超前了 我觉得就实际使用度来说的话 我觉得可能第二组可能有一定的优势 当初他们是不是听你的很多意见啊 在做的时候 是的 但是我觉得就是practical来说 而且就是当我看到第二组的海报的时候 我觉得没有什么经验的 但是他们讲的非常的有说服力 因为他们不是做这个行业的 所以Amber不是做房地产行业的吗 对 Amber是做房地产的 他就是看得太清楚这个行业 反而可能会局限他了 局限他那个行业 他在做的时候 跟其他队员的这种闲间怎么样 有离场 有离场这么一个决定 就是我不跟你们聊了 我自己去做了 这个我觉得是要批评的 但是他们也能在就是最后的关头 把这个任务给完成 尤其是非常的大开脑洞的这么一个完成 我觉得是值得发展 Michelle看上去是很有天赋的 他把这几个海报做得非常与众不同 君宏他在整个组里面扮演的角色怎么样 我觉得作为一个就是协调和Amber这个队长 和Michelle这个对吧 对中刺头的这么一个 缓和轴来说的话 我觉得做得很好 毕竟他是一个三个孩子的妈妈 所以表现的对吧 很有经验的 你觉得到底应该是Amber 做这个组的领导 还是应该君宏做这个组的领导 我觉得Amber没有做到领导的一个智能 为什么你觉得 因为我感觉他没有很好地 control这个队的气氛 包括他队员是被他气到了离场 然后表现中的时候 他没有感觉就是 I'm taking over this 然后这是我的组员们 我没有感觉到这种气场 Ashley怎么样 你是第二组的coach是吧 我们两组 我们先说第一组吧 先说第一组 我觉得他们是有心意的 但是我看他们设计出来的海报 我就以为是个什么 运动品牌 我看到那个绿色的是个网球场 第二个红色的是个篮球场 然后第三个是好像是游泳池嘛 那个蓝色 对 所以对于一个外面的人来讲 可能不是很明显 这是个房地产广告 我自己也是在中国国内做过房地产 我做了好多年 我觉得没有看明白 如果没有人给我讲明白 还是不知道这是个什么概念在背后 有心意 可能比我们第二组有心意 那兴趣是怎么样 觉得 我觉得第一组的这个广告 它过于有点太于前卫了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我其实非常欣赏他们的创造力 我觉得这确切实际 也是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 一个房地产的海报 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当然作为一个广告主的话 我们其实不希望说 自己永远是一个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因为这个对于我来说 也意味着生云 其实我在跟第一组 在去进行讨论的时候 其实我有给安波 她作为一个房地产经纪 给了她这样的一个暗示 我说她当时阐述这个想法的时候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创新的 但是我跟她说 你有没有考虑过 把这个海报 放到你的客户面前 测试一下 客户对于你的这个想法是什么 来帮助他们更好地 去优化这个广告 我不排斥创造 但是我想知道是 创造能够带来什么样的价值 对 抱歉 我想打断一下 因为第一组 大家有没有发现 他们是偏向于线上营销的 线上营销 我觉得这张海报 是没有问题的 想象它这个画面 只是在Instagram一个广告出来 赞助内容 That's fine I think that's totally fine 但是第二组明显是偏线下的 其实 它说的那种玩法 但是这张海报 如果它放上线上的话 没人看 因为它没有任何的心意 其实我觉得第一组的那个海报设计 也会吸引线下的一些主力 因为真的是跟其他仿地产公司的海报不一样 它是独一无二的 对 非常的不一样 对我来说我觉得第一个海报 我是非常喜欢它这种创新的精神 而且它的色彩的运用也是非常的有意义 他们在一直在做这个presentation的时候 我到最后觉得他们的那个品牌的message 其实我还不是很清楚 对不对 所以虽然非常的fancy 非常的漂亮 上instagram绝对没有问题的杜柯老师 但是如果是一个 如果从让我看了几分钟 十分钟里面 我基本上还是没有感觉到 他们的品牌核心在什么地方 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 是可能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第一座 创造力是重要的 但是也要考虑到商业的价值 我说商业价值 当然不是说 一定说看完这个广告之后 立刻能投到钱 但是我希望的是能够带来什么 能够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效益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 因为现在市场其实是有些波动性的 我希望我的每一分钱 都能够花在dollar上 够带来一个带来相应的价值 那那个Frank 现在就等着你回去 跟新趋势团队去商量一下了 我们就等你的最后结果了 好 回去跟新趋势团队商量一下 然后会把结果告诉大家 好的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阿诗里 谢谢杜柯 导师团队已经做出了自己的判断 大家都在等待新趋势地产的最终选择 门外的六位商场新秀 也在焦急地等待 究竟哪一组会得到客户的青睐 取得最终的胜利呢 与世纪创业工厂精彩继续 感谢你们大家做了这么好的presentation 我觉得是非常不容易的 在五个小时之内就把这些东西能够完成 在新趋势还在决定 你们哪个组的作品最好的时候 我们先跟大家聊一下好不好 Amber 你作为第一组的组长 你对你的组员有一些什么评语呢 我觉得首先我们这个队是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个团队 可能是真的是都是母亲 所以就是做事非常p 我觉得我们组每个组员都是发挥了自己最大的优势 首先这个Michelle是做设计的 然后她在这个海报创业方面就是很领先潮流 然后也非常符合这个新趋势地产的一个特色 然后君宏方面她因为是 她特别能捕捉到新趋势的他们的特长 然后从这个客户端来表现新趋势地产 然后让整个新趋势竟然给了她的灵魂 然后我是因为我的经验特别丰富 所以说整个的很知道地产行业的这个游戏规则 所以我觉得我们present的东西是 非常应该能够抓住他们的心理 然后能够帮助他们帮到他们 所以我觉得我们组的表现是完美的 谢谢第一组的同学们 那大米,你们第二组 你作为这个组长 你对你们两位评论怎么样 我的组员朱朱和朱迪 我们最开始三个人也是不认识 到刚开始的时候也是会有一些摩擦 在意见上会有一些不同意 但是我觉得在接触下来 还是觉得我的组员们 整个组还是就是沃骨藏龙的感觉吧 所以overall我觉得我们整个组 还是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吧 虽然中间有一些小摩擦 但是我觉得可能这个沟通之间 尤其是由于时间很紧迫 这个可能是每个组之间都会遇到的一些事情 对 朱朱你觉得我们组长做了什么 我可以说吗 可以说啊 因为我们刚开始在磨合的时候 确实不是那么融洽 然后大米这个组长是我选出来的 我觉得 那你后悔吗 其实挺后悔的 因为我真的没有料想到会是这样子 特别伤我的心 特别伤我们俩的心 我们在讨论到之前在五个小时的时间 这么短的时间内 我们讨论怎么去做那个海报的时候 他可以很不负责任 很像一个小孩子 酸门而出 然后自己去买了一杯咖啡 我觉得真的 这一点让我觉得 可能就是做Sales的跟我们不太一样吧 比较喜欢去迎合别人 大米因为一杯咖啡引起这样的评论 我也很吃惊 我要解释一下 当时的情况是 在出去之前 我已经跟朱朱迪和朱朱说了 就是每个人要做的是什么任务 然后中间这段时间 我们意见非常非常的不同意 然后我觉得 因为这些我们因为另外一件事情 要不要给客户打电话这件事情 然后所以让他们俩人对我意见特别大 然后就出去冷静一下子 结果没想到回来之后 就是这件事情 在五个小时之后 我们也还是在继续再说 我觉得最主要的是 整个project结束之后 我们能不能给客户 一个很好的presentation 一个很好的plan 我觉得不是就是一杯咖啡这件事情吧 我是觉得如果我和Judy 能够得到更好的support 那我们应该可能表现出来的效果会更好 我想问一下Amber这一组 你们对大米这一组的评价是什么 因为我是负责我们组做海报设置 当我看到这个海报的时候 我想说我真的很生气 为什么我觉得它在落我的眼睛 你知道吗 那个logo就不能把后面那个篮筐给去掉吗 这个字体是一个什么 字体这种字体是应该用在儿童读物上的 我真的是受不了 还放两个孔明灯 是过清零节嘛 还有这个后面的这个大圆景的CNC 就是多伦多的一个城市的景 贴了一个二维的黑色框 白色底的二维码 我觉得我整个特别跳下 我完全不能融入在这个画面当中 我觉得我仿佛在看一个二维加三维 再加上一个儿童绘画的 而且这个时间点是在清零节 没有任何的合理性 就是它抓不到观众想要去吸取的一个点 因为它所有东西太分散了 它在最中央的地方放了一个多伦多 我能获得到的信息就是 这个东西是在多伦多的 那我就过不明白了 为什么是一个大夜景呢 是因为让字更好放吗 还是说我们这一个地产行业的这个产业 已经到了一个西洋时代了 这个本身的这个寓意就不好 你是要那么气愤 那你们对他们那一组的评价怎么样 我来说吧 我首先他们拿出这个海报的时候 哇 给我感觉是什么呀 这是俄罗斯方块吗 就是整个一个看不懂 然后的话就是那些框框什么 我如果不仔细看上面的字的话 我根本就不知道这是一个地产公司 还是一个什么别的游戏 什么公司的海报 这个第一个他吐槽我们的这个 后面那个蓝色的背景没有去掉 因为这个就是新趋势地产他们的logo 他们背景就是蓝的跟黄的还有白的搭过的 所以说我们没有把他们自己原创这个logo给它去掉 然后这个的话也便是于大家来识别他们 然后第二个就是那个二维码那个问题 因为大家都知道 就现在扫一扫已经变成了一种流行 如果单看他们的那个海报的话 他们上面什么都没有 就是只有一个新趋势地产还是很小在下面 如果不看的话根本都看不到 连电话方式联系方式什么都没有 如果我真的是看了半天 看懂了这个俄罗斯方块 是一个地产公司的什么什么的话 我要怎么联系他们呢 就是我可能就随手就丢掉了 这个海报不具有任何的传播性 可以先说几句冷静一点 首先你看不懂我们的设计 这很正常因为你没有创意 然后还有就是你关于你们的海报 我说几点 第一个就是首先新趋势 不是只去现在多伦多的 所以你这几个背景选的 选的他们公司很小 就是它本来是一个全国性的公司 愣让你给选成一个城市了 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 他们就是本来从温哥华进入到多伦多 我们现在帮他做的就是多伦多的市场的地产 那这个我来说我比较发现权 因为我在地产行业从事很多年 就是如果你想卖一个北京人的房子 你是不会放在长城在后面的 因为这个给人感觉是一个旅游客 然后带着这个一家人来多伦多 就进城了的感觉 而且是乡下来的 那是不是我们这种乡下进来的 就不可以买房了 我觉得这个里面有预先性啊 乡下来的人不是我们的target 所以这个就是明显然骑士了 好吗 这不是旗帜 这是细分市场 大家冷静一下 我来说一下 刚刚朱朱有说到 我们没有二维码 我们也没有这些东西 那是因为我们准备的要比你们的 你们所准备的内容更加的充分 我可以给你们来看一下我们所准备的东西 首先就是我们把这三张图已经做出了很好的效果图 可以展示给大家看 这个效果图真的在展示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样子 而我们也同时去做了把他们的一个黑白的二维码去做成了一个非常有设计感的 并且符合他们logo橘黄色特征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这张全景的我们把它取了一个部分然后放在这个卡片上 而卡片的背面是展现了人们所生活的状态 这个卡片的作用除了可以当做一个小礼品用来之外 它其实还可以剪下来做成一个小游戏 一个交互互动性的小游戏 我觉得这个是一张海报 它的首先就是说大家要能够一眼看出来这是什么样的东西 我觉得我们的海报可以直接投放在比如说地铁啊公交啊 还是就是一些我们自己的一些宣传渠道 难道你去投放的时候 你要给人家一大碟的东西说这是我们的东西吗 那人家有没有时间来一个一个看过来呢 我来回答你这个问题 首先如果你的这个海报在地铁里面的话 我作为一个根本不知道新区市的人 我会觉得新区市的品位极差 新区市房地产来电话了 让我听一下啊 哈喽 你好 好的谢谢你啊 我刚刚拿到了新区市房地产的最后的他们的决定 他们决定是 美少女组获胜 恭喜你们 oh my god oh my god 简直是没有想到 oh my god oh my gosh 谢谢新区市 谢谢新区市 是他们做的最后的决定 谢谢新区市 他们就是有眼光 对 女世界创业工厂第一轮比赛已经结束 两队在短时间内都贡献出了非常优秀的创意 然而新区市地产最终选择了重规重矩的美少女队 对于这样的结果 现场的导师也都感到非常惊讶 希望虎妈队经过于华的指导后 能在下一次比赛中取得胜利 Amber Michelle 君宏 其实我们对新区市的那个决定也是非常的惊讶的 首先 Amber 我们觉得你在房地产上面是非常非常的专业 Michelle 你是在这个设计行业里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拔尖 你做的东西一下子就引起了我们很大的这个注意力 确实是非常非常有想象力的 然后君宏 你在那个social media方面 真的是比很多人都知道怎么去赢得观众的心 怎么去创造这个财富 在我们这个现实的商业社会里 顾客永远是上帝 所以我们还是要尊重他们的决定 谢谢你们辛勤的付出和贡献 我们非常感激 谢谢 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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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儿姐好 新儿姐好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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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儿姐好 好 恭喜你们获得了胜利 那么下面由TELUS颜柯华人地区销售总监Daniel Zou 来帮你们发奖 恭喜你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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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恭喜 恭喜你 恭喜 美少女人 这次的创业工厂 让学员们深刻的意识到 品牌是市场营销的核心 任何策略都要紧紧围绕着这个核心 同样任何市场营销计划都要尊重市场 尊重客户的意见和实际情况 一个好的策略关键在于可行性 否则只是纸上谈兵 你交出让你满意的答卷了吗